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制定党内规条 毛泽东自欲是和尚打散 无法无天 习近平则强调一规制党 自从他2012年上台以来 制定的党内规条数量已经超过以往90年的总和 仅过去两年新出台的党内条例就有 问责条例 党组工作条例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农村工作条例 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党员教育管理条例 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党员权力保障条例等数十部 林林总总包罗万象 一规制党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中央乃至总书记个人的权威 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诸多归线 以新实施的党员权力保障条例为例 这实际上是对1995年江泽民时代试行版本 和2004年胡锦涛时代定稿的修订版 但与江湖的前两个版本相比较 党员权力未见扩大 反而多了很多限制 从三个版本的比较来看 民主程度可谓一介不如一介 在1995年的实行条例中 写明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 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还特别著名 讨论中党员以个人名义投送稿件 务须经过其所在党组织审阅或批准 但在2004年的版本和去年修订版中 最后一句话都被删去 1995年版中列举了侵犯党员权力的八种行为 包括不允许党员本人申辩 不允许其他党员为犯错误党员作证和辩护 均属伪力 2004年版全数删去 2020年版虽然恢复列举八项行为 但与1995年版的八项行为有很大不同 当然也不见了上述这些条 与2004年的版本相比较 新修订版将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 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 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句 修改为党员有权按照规定 在党内参加有关重要决策和重要问题的讨论 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征求意见等活动 反映真实情况 积极建言献策 加上按照规定积极建言献策等限制词 实质缩小了党员意见表达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 新修订版增列了党员不正确行使权力 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要追究责任的五种行为 即公开发表违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观点和意见 不按照组织原则和程序进行批评、揭发、检举、控告 以及提出处理、处分、罢免、撤换要求 或随意扩散传播、制作、发布 传播违反党纪或者法律法规的网络信息或其他信息 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诬告陷害 及其他不正确的行使党员权力的行为 在这些紧箍咒下 不仅蔡霞、任志强等意见党员动弹不得 即使像杜岛正这样的敢言元老 若继续放言 今后也会触犯天条 拜登启动五角大楼对中国的战略评估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政府官员表示 总统拜登于周三启动一项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评估 这是拜登当局决定对抗北京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一个特别工作组将研究美国军队在亚洲的行动 包括技术情报、盟友伙伴关系的作用 以及其他领域的战略 拜登今天在五角大楼会晤了国防部长劳艾德·奥斯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尔利和其他军方高级官员 五角大楼特别工作组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展工作 并将由奥斯丁的中国问题高级助手 拜登的长期助手伊利·拉特纳领导 这些官员称 国防部的小组将包括来自整个国防部的 十多名文职人员和军官 其中包括政策官员和联合参谋部成员 一位美国官员说 预计在初夏之前 他将向奥斯丁先生提出一系列建议 官员论说 这个特别工作组背后的想法是 协调政府的各项职能 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 以形成一个一致的政策来对抗中国 中国被视为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该小组的工作将在指导奥斯丁的对华政策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奥斯丁曾是美国四星陆军将军 领导美军在中东的行动后退役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他对涉及中国的问题接触较少 但他已经表示亚太地区将是他关注的中心 这项努力可能会更广泛地考虑军队在该地区的部署方式 不仅包括部队的数量 还包括部署地点、装备和军事能力的使用频率 例如预计评估将包括在该地区进行地面和空中巡逻的必要性和频率 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主张 这种巡逻被称为自由航行 有时使用海军驱逐舰或空军轰炸机 这也是华盛顿表达对中国在该地区行动不满的最高调的方式之一 拜登尚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化 他选择先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其他战略盟友进行会谈 拜登表示他希望通过国际伙伴关系来应对中国问题 他反对前总统川普的单边主义做法 拜登称中国是美国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拜登暗度陈仓、孔子学院重返美国校园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不断忙于推翻前朝 由川普提出的政策 由美国传媒就报道 拜登上任不足一个星期的1月26号 就悄悄撤销了川普对孔子学院资助美国教育机构的禁令 即各级教育机构误须在公开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新闻网站校园改革引述美国讯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的记录报道 拜登上任不足一个星期的1月26号 就取消了川普针对孔子学院的禁令 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发言人也证实政策已被撤销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美国海权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希认为 拜登的举动可能是重新调整对华关系的其中一步 但他警告拜登政府不要试图安抚中国 让中国觉得美国对其军事扩张 威逼邻国、军事化南海 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不再警觉或不再感兴趣 克罗普希又指出 拜登允许一个外国机构 还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机构 入侵美国校园并不是正常的做法 而且欠缺理据 报道指出 根据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资金充裕的孔子学院 虽打着弘扬语言和文化的旗号 但实际上与中共关系极为密切 涉及担任中共大外宣 以及盗窃知识产权等 校园改革早前报道 自2015年以来 美国的大专院校收取的中共资金超过2400万美元 大部分是以校内孔子学院分会的名义接受 前国务卿蓬佩奥于去年8月宣布 将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使团 10月时更下令所有学校 由大专院校至12年级的各级学校 都要在年底前关闭孔子学院 而川普就在离职前的12月31日 签署由参议员克鲁茨提出 在国防授权法中新增一条孔子学院资助禁令 规定所有教育机构必须披露与孔子学院的任何合约 合作关系或财务往来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腾讯身手建桥牛津研究项目 吓坏英国政府 据苹果日报报道 英国泰晤时报称 建桥大学校内一个工程研究奖学金 原来由中国软件剧情腾讯出钱资助 而另一间英国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周一也公布 获得腾讯资助70万英镑 将其拥有120年历史的 威克汉姆物理学教授一职 改名为腾讯威克汉姆教授 有学者呼吁当局应审查 中国对英国大学的影响力 报道指 2019年建桥宣布腾讯赞助 道林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为期五年 资助研究制造采用量子技术的电脑 建桥大学表示 校方有一个强健系统审查资助 强调学术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 没有捐赠者可影响研究 不只是工程研究项目 建桥大学的耶稣学院也与腾讯有关联 曾三度主办一单奖欧洲会议 得奖者将获得390万美元 奖金由腾讯创始人之一陈一丹赞助 另外 牛津大学周一公布获得腾讯资助70万英镑后 将其拥有120年历史的威克汉姆物理学教授 一职改名为腾讯威克汉姆教授 为期五年 被物理学界形容改名之举 无耻无聊 牛津强调这笔资助是由校内独立委员会通过 我们的捐赠者 在研究及教学项目方面没有发言权 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古德温 呼吁当局审查中国对英国大学的影响 大部分民众都会质疑 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学接受内部职位的资助 形容改名仪式会给腾讯可靠的信誉 这关乎软实力及影响力 泰伍时报又报道 除了两间大学学府外 英国广播公司2018年也与腾讯签署数百万英镑 名为BBC Earth Tribe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腾讯提供了650个小时的BBC节目 BBC拒绝透露项目涉及金额 发言人只表示BBC与腾讯已经合作多年 为中国观众提供高素质的英国电视节目 腾讯成立于1998年 一直被指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指 腾讯由中国国家安全部斥资成立 上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报告称 腾讯与中国国安机构合作 开发人工智能 而腾讯最近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制作了一款名为为习近平鼓掌的手机游戏 用户通过在游戏中快速反复点击手机屏幕 便可为习近平在19届党代会上的发言鼓掌 中印军长级会谈达成共识 双方部队今天起逐步脱离接触 据东网报道 中印在边境对峙持续之际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三10号公布 中印双方已在第九轮军长级会谈上达成共识 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极北岸的一线部队 近日起开始同步 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 中印去年5月起在边境多次爆发肢体冲突 其中在6月拉达克东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 导致印方20名军人死亡 中方则未公布伤完人数 其后双方分别向边境增兵 在第九轮军长级会谈前夕 印度媒体指双方一度在纳库拉地区小规模对峙 双方都有受伤 但中方没有证实 中印自上月24号起举行第九轮军长级会谈 中国国防部当日发表联合新闻稿指出 双方将在会晤中就边界西段时空线地区脱离接触交换意见 均同意尽早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 并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一线部队保持克制 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